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来到公民众议院 我是谢震武 在这油价高涨的时代 有很多人说为了要省钱 或者为了地球的环保 都会跟你说尽量做大众节育系统 那在你晓得吗 在南部的七县市有五家客运公司 因为不堪长期的亏损 那他们想说打算要停驶 那也逼着交通部 公共总局要出面去协调 对很多人来说 你晓得吗 公车对他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如果停驶 未来生活该怎么办呢 这就今天的公民众议院 150条南部偏远路线 包括嘉义 新银 新南 高雄 和屏隆客运等 因为不堪了连年亏损 原本攘着要在12月22号停驶 偏远路线有它的环境背景 那早期是说台湾刚发展的时候 为了照顾比较偏远地区的交通 所以是由政府 应该来做这种交通的系统 那后来当然政府力量不够 所以就用补贴的方式 委托我们民间可以来经营 预估影响两万多人 但这些都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年人 学生和中低收入者 已经是弱势族群 客运一旦停驶 等于阻绝了他们的连外方式 那这很麻烦了 一些老百姓这很麻烦 一些老轮家 假如要来嘉义看病还是怎么样 都不方便 这一些年轻人都跑到外地区 没有轮载 这种自行车发不来 因为我在新营上班了 熬出眼水 所以就坐公车了 然后通庆这样子 没有那边没有火车 那北岗没有火车 就要自己开车还是骑摩托车而已 差不多22公里 那51台车子的话 变成说我们只剩下22条路线 22条路线当中18条 都是靠政府补贴的 他必须把我们的亏损补足 这样我们才有力量永续经营 几次协商公务总局决定提高补助为7亿2000万 暂时解除停驶危机 但是往后年年亏损 年年在停驶风波中居民难安 好这句话说的好 但是往后到底该怎么办呢 尤其对很多人来说 南部的居民住在偏远地区的一些弱势族群 这些公车这些客运 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基本权利 但是你也不能让业者每一年亏损还这样撑下去 到底未来该怎么办 今天在现场为你邀请到几位特别来宾 还有来自各方的公民众员 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生存基本刑的一个权利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交通部公路总局的局长 陈静元 陈局长 欢迎你 是谢谢 第二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高雄县观光交通局长 卢元华 卢局长 欢迎你 谢谢 第三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台湾省公共汽车全联会总干事 方森德 方总干事 欢迎你 第四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客运业者 是新银客运的董事长 陈其睿 陈董事长 欢迎你 总盛好 第五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冯甲大学交通工程与管理系 副教授李克聪 李副教授 欢迎您 大家好 第六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台南社区大学的讲师 许淑如 来欢迎您 你好 好 那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公民众员 来到现场 欢迎你们大家 因为这些议题 我知道跟现场的很多来宾 也都有切腹之痛 譬如 像譬如 李兆卫女士 居民目前大概有70户左右 但是现在靠车子出入的 有老人家 还有一些中年的妇女 他们不会骑车 不会开车 还有退休后的老人家 不能开车 他们出街去买东西 看病 这个是最要紧的 一部是住在 本来叫三民乡 现在改名字了是不是 高雄县 南马下 南马下乡 OK 好 那一部你们那个地方 客运有什么问题吗 听说22号要停开 如果万一停时的话 有多不方便 自己开车啊 不然就落个大腿搭便车啊 你常常用这种方式吗 你真的用这种方式 真的觉得很好用吗 不然计程车 他们500块 我们1000块 一趟 你们更贵啊 更远 更远 其实不远啦 但是就是比较 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用轿车的方式 有计程车啊 私人的 OK 那 叔叔你们这呢 像我今天从台南到 台北我花了大概快两个小时 我就到了 可是我要从台南到 高雄县的三民乡 民生部落 我要耗掉整个早上的时间 你大概告诉我们 你要搭哪几路怎么搭 好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台南到甲仙已经停驶了 已经停了吗 已经停了 他8月22号停了 而且我每次停驶都一定要从司机的口中才会知道 司机很棒啊 通知我们呢 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七点五十 我要七点 我要大概七点半就要出发 我要搭七点五十的 新南客运到狱井 那到了狱井 我要再搭九点半 的小巴士也是新南客运到甲仙 到了甲仙 我要再等一个小时 搭十点五十的高雄客运上 民生部落 大概到 大概十二点到民生部落 我这样算一算 我大概要花掉 三个小时的时间上民生部落 可是我要耗掉一个早上因为我要等车 那我们为您介绍一个 其实当大客车的问奖 开了快三十年一个问奖 他的一天怎么过 他到底跟这些平原地区的民众有哪一些互动 来看今天的公民故事 一早 普子大阿公阿嬷都赶着搭这边客运 有的要去市集逛逛 有的则是要去医院看病 他们都只吸引客运的老乘客 很多都和老司机 苏龙人熟的成了朋友 都没得到车上打票的很少 车上打票差不多一般来两三张而已 苏龙人从民国六十八年就到新盈客运当司机 当年他才二十九岁 二十八年来 每天开普子到新盈这条路线 从没改变过 每天开三趟来回 总共六班次 最早一班上午八点四十 在阿公阿嬷 傍晚五点五十分 又载着满满的学生 从新盈总站开回普子 快去趕快来 来 快去趕快 你要买票吗 我没买 你要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45的 好 就看到 看这个东西有吗 看车里有人拿吗 不 收班都一定要看 看有客户 看有东西 有东西就拿起来 回到蒲子的家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太太体贴地骑了机车 来接他回家 吸引客运很有人情味 董事长体恤老员工 要养活一家五口 虽然苏龙人今年才57岁 就先让他领了退休金 再聘他回来开车 有没有就像我开始跟你说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客运 它本身不只是一个 偏远地区民众一个交通工具 它某种程度肩负了 非常多的一些社会功能 陈总你们还蛮好的 你们真的对员工还蛮好的 对这些老员工 紧张因为我是真的会 也体会到说 他们领这么微薄的薪水 要负担一家好几口的生计 老实讲我们做企业组的 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应该要再跟随 陈总你们如果公司真人 应该会爆满吧 以你对员工这么好的状况来看 可是我们待遇没有办法 OK 可是其实像这样的运输 包括刚才讲街坡很多这一类 李教授有什么要补充吗 对因为我就用这个宜兰区域好了 在雪山隧道 我们大客车开始通车之后 雪碎在周末假日还是塞得很厉害 所以大家可能一坐车之后呢 它可能车回不来 就造成拖班 所以大家就开始 就慢慢就开始怀疑 坐大客车 是不是可以造成一些型的便利 所以我觉得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规划 这个大客车的 优先通行的这样子一个方法 比如上下闸道的时候呢 就让它优先通过 然后呢 要开一道让大客车 就类似公车专用道的感觉 对 公车专用道 而且要跟地方道路去做整合 让它可以优先通过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很多人 如果发现大客车很好坐 它就不开车了 一不开车之后呢 它到了宜兰之后 它没有车 它一定要做地方客运 那这样就自然可以跟地方的 观光采样去做结合 增加了地方客运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规划 OK OK 你自己想一想 地球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能够多用一点大众运输工具 我觉得其实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应该都是蛮好的 这边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大家一起配合 OK 非常谢谢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